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研究 检修线路保生产 清晴服务 为菜农 在书栏 引进项目搞加工 农闲时节变农忙 蔬菜专家赵福顺做客演博士 解答生产相关问题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乡村四季12316 本节目由一粒风顶不涂尖 自干子业高亢岛的盈域688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天夫化肥赞助播出 今天做客演播式的是 蔬菜专家赵福顺老师 张老师好 你好 主持人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6-8627-8628 同时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为您解答 龙东时节室外寒气息人 可是在农安县和龙镇的温室大棚里 却暖意融融 果树飘香 在红兴村的蔬菜温室大棚里 绿意盎然的蔬菜涨势喜人 这几年 红兴村重点打造了火锅菜生产基地 村里积极引导种植户 适用农家肥 倡导发展生态农业 推广环保型生态农业的耕种方式 蔬菜品质大幅提高 备受市场青睐 目前咱们和龙镇规模的 种植园区有四处 主要分别在陈洁殿村 红兴村 烧沃岭村 还有古杰岭村 这几个村主要种植的 那个都是黄瓜 茄子 豆角 尤其以火锅菜为主 火锅菜主要送往销售 那个长存周边的市区 受到非常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在和龙镇陈家殿村的智能温室里 郁郁葱葱的木瓜树上 已经结出果实 片片绿叶眼映下 是挂挂香蕉 放眼放去 满满都是涨饰喜人的热带水果 散发着淡淡的果香 在这里 东北的老百姓能够近距离的 零距离的感受到热带水果的魅力 体验不一样的采摘 近年来 和龙镇不断引进多种果蔬品种 大力助推棚模经济发展 根据季节变化和蔬菜作物的特点进行种植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 和龙镇的棚模经济逐步发展 在壮大各村集体经济的同时 为广大市民提供绿色果蔬菜摘平台 现如今 棚模经济已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棚模经济不仅满足了和龙当地蔬菜的供应 也给村集体带来了很大的收入 也能带动周门农民的增收支付 下一步 和龙镇继续增加棚模经济建设工作 为和龙镇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火力 科学选择种植品种是提高蔬菜生产效益的重要环节 那就咱们省来说 冬季比较适合发展哪些品种的蔬菜种植呢 张老师 冬季要想发展蔬菜 想种植蔬菜 它首先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品种 因为这个品种 它首先它要耐低温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这个能源 就是这个价格也比较高 就是说要种这方面 我们就必须得投入 这样的话 我们要如果说耐低温 我们就可以不投入 就是这个能源方面的成本 我们就可以进行保温 再一个它是耐高湿 所谓的高湿 那里湿度要大 因为我们要保温情况下 就不放风 不放风它湿度大 这里头它就病要重 所以它还要抗病 再有一个耐弱光 冬天的日照时间比较短 还多有那个阴雪的天气 这时候那个光线不够 我们种植蔬菜的这个光 这个蔬菜对光的要求不要太强 要求太强的有些果材类 你比如说西红柿 它需要照射 它需要光比较强 这时候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 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我们要选择品种 首先要选择 就是这三个方面 耐低温 耐寡照 再有一个就是 它那个抗病性比较强的 再有就是优先选择叶材类 叶材类耐低温能力比较强 它同时连大小都可以吃 果材类受到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们优先选叶材类 这样的品种 那对于种植户来说 如果想要引进一些特殊的品种 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 这个特殊的品种 我们一定要严厉质疑 我们虽然看到说有些热带水果 还有些有一些南方素菜 但是这些通常情况下 是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说我们在通常情况下 很难满足它的要求 因为热带水果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机温 你比如说看见的木瓜 还包括有个别的菠萝 这些水果 这都属于热带水果 它机温都必须得够 我们选择的特殊品种 一定要说先进行前期的试验 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选 我们北方有特色的 不要说选择南方的 南方的周期比较长 我们也种过火龙果 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 可以整个冬天春天采 这样划一个生育期 完之后不阶段的 就是不间断的成熟就采 反正这个是比较慢 选择品种要注意些这些问题 好 感谢赵老师的提示 我们先聊到这 咱们接着往下说 近年来长白线八道沟镇 依托资源优势 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地瓜干的加工 如今这小小的地瓜干 已经成了农民 增收致富的软黄金 长白线八道沟镇 九道沟村地势开阔 土肥凉风 自然资源优越 尤其适合种植地瓜 眼下正是地瓜干 加工的时节 林传红正忙着清洗 蒸煮烘烤 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他家的地瓜 喜盈大丰收 我这一个冬天 我买地瓜干 一年也能卖个三四万块钱 我挺高兴 也挺自足的 90后的江小板 头脑灵活 借助网络平台 不断拓展销售渠道 随时随地在线上 就能把自己家的地瓜干 销售出去 入冬以来 江小板手机上的订单 就没断过 很多老顾客都是追着要 明天地瓜干 可以正常给你发货了 在地瓜干烘烤试 江小板正拿着手机 各种角度 为顾客拍摄 地球让顾客买得安心 吃得放心 由于江小板家的地瓜干 口感软糯香甜 品质上乘 深受广大顾客喜爱 发往大连呀 长春呀 四平等全国各个地方都能发 反正口碑比较好 据了解 长白县八道沟镇 今年种植地瓜400亩 年产量10万斤 年可实现收益146万元 多年来 八道沟镇始终把发展特色产业 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重头戏 深度开发地瓜加工产业潜力 将地瓜产业发展成为 促进农业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的民生产业 充分依托镇域地理优势 做大做强地瓜产业 利用地瓜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全力助推镇域经济蓬勃发展 经过简单的征晒 地瓜的附加值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那么像八道沟镇这样的做法 给我们其他种植户带来哪些启示呢 张老师 这个农夫产品 要如果说单纯的卖原料 肯定价格上不去 要想增加它的附加值 必须想一些办法 就咱们刚刚看到这个 生产地瓜干 这就是一个办法 此外 像咱们原来什么加工的 有些什么赛一些什么干菜 就是说 还有那些对素菜的这些产品 咱们有吃到这个叫菜汁豆腐 这不是也是利用菜 实际上咱们还可以做 那个什么葫芦贝 葫芦贝那个蜜馅 然后还有可以说 那个晒干菜等等 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些措施 就是增加它的附加值 这样的话就是说 把那个同样的这个树带 把它那个经济效益 能更好一些 好 感谢赵老师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吉林的网友咨询 适合吉林省种植的高产 茄子的品种有哪些呢 赵老师 他说这个品种 必须得要搞清 就是我们这个品种 要种在那里头 如果说是现在冬天种 那我们就得要选适合于 冬季耐地温耐若光 这样的品种 通常这样品种 咱们要选择抗面膝墙 遭受比较好 特别耐地温这块 现在咱们国产企业的 跟那个进口企业的 都有这样的品种 要如果是夏天种 要是如果夏天种的时候 咱们在陆地水比较多 这时候抗环与病的这个品种 一定要占主流 通常我们用的企业的 有什么长企业 纸长企业 还包括黑企业 然后还有那个 咱们叫大龙茄子 这都是夏天种的品种 这都是比较高产的茄子 双阳的网友 吴海洋咨询 韭菜什么品种的 比较耐处呢 张老师 正常韭菜 它没有耐处这个指标 因为韭菜 咱们通常情况 吃的时候 这显微越少 越嫩越好 就是说吃了之后口感好 要你吃了发财 这就说 这比韭菜有点老了 它要如果说耐处 耐处的情况下 通常就水分少 它正好跟咱们通常这个指标 它是一对矛盾 要假如说 相对性的耐处 只能说 就是说我 零药采的时候不惯水 再说我扫失淡肥 让它水汁少一点 酒汤味浓一点 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栽培措施上 可以控制它 就是让它处的时间长一点 并不是说单纯 人家说我那个耐处 假如说这个韭菜非常干 这个显微比较多 那它处的时间 就发的时间要长 它俩这个指标 通常不用耐处来衡量 好 感谢赵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进入12月份 一年当中最冷的时段来了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 公主领事龙山满足乡 全衍村的驻村工作队 就为当地的脱贫户 送去了冬日的温暖 这跟我们送衣服 这有啥事 总过来问哪 有啥事 过来看有啥事 困难哪个困难哪的 今年7月 工作队到村后 就和村民结下深厚的感情 村民李庆联不审摔倒 工作队第一时间到场组织抢救 坐在门口这了 完全倒一下就昏迷不行了 就是这样 工作队的队员们 用真情真心真行 倾注了全衍村的每村土地 心系每一个村民 他们用实际行动 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群众要致富 关键看支部 驻村工作队成员都是党员 除了为民办事服务方面 工作队积极协调 投入帮扶资金15.7万元 作为未来乡村真心发展的原动力 我想把村党支部建强了 那么整个的发展就有了内生的原动力 基于这一点 我们积极地跟村党支部紧密结合 主动上前担当作为 同时工作队还持续开展 常态化防反贫动态监测 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强村富民 对全衍村的接杆综合利用 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调研 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 今年村民李新楼率先购买了一台 接杆打包机器 为村民进行接杆打包 整个全衍村 现在有耕地的5.86厂 那么适合以接杆打包 也在300厂以上 我们在本村自行消耗 一部分作为石料之外 其他的我们提供到市场上去 那么今年的销路 市场的行情非常好 高的时候 每包的承包的结杆 卖到20块钱 平常也在15-16块钱一包 下一步 驻村工作队将研究制定 全衍村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推进强村富民 以工作队为纽带 发挥省属国有企业自身优势 带动各类资源 通过党组织下沉 为群众多办事 办实事 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近两年 全衍村不断加大 揭杆离田的利用力度 那么张老师 在蔬菜生产上 揭杆有哪些用途呢 揭杆用于蔬菜 主要就是把它粉碎 加到蔬菜育苗的土壤里头 或者育蔬菜的生长土壤里头 它此外可以说打碎之后 咱们交营养业 可以做无土栽培 它的作用就是说 增加土壤的恐惧度 让土壤在根系吸收的时候 养去能禁止 同时增加它的有机质 它再有一个作用 它可以在蔬菜生产过程中 进行覆盖 它覆盖它在上面 等到第二年之后 它就是一点点的腐熟了 变成有机质 之后再沉到这个土里头去 它还有一个 是咱们最近开发的 它的用途 就是用于马铃薯的无土栽培 马铃薯之后给它 接上这个敌罐 之后全用粉碎的玉米蟹杆 不用土壤 马铃薯就摘在这个玉米蟹杆里头 咱们这边是加营养业 用的敌罐罐给它递一点钱 这种方法就是说 有效的就是说 使那个接杆得到充分的用 再有个这个马铃薯 在生长过程中 它不受到土壤的限制 它的商品性特别好 它在膨大过程中 它的那个果皮颜色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果形 这个都比较好 现在是一种新型的这种栽培技术 好 感谢张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天气逐步转冷 为了确保果树生产安全用电 连日来过往沿边供电公司 深入到一线积极为种植户 检修线路 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江南镇湛北村 果树大棚种植户崔燕波 前几天刚栽种了一棚的草莓苗 看着满棚绿油油的新苗 崔燕波高兴地告诉记者 草莓苗能够长势如此喜人 得益于良好的温度和湿度控制 而这些都离不开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的帮助 相当于我们的电管家 我们冬天那个用电量非常大 有时候出现一些小的毛病 小的故障 在第一时间打电话 他们都是急死地到 在北方冬季种植反季节蔬菜 温度和水分的管理 是最重要的环节 近年来 随着敦化蔬菜温室数量的不断增加 国网研边供电公司 加大了对菜农的服务力度 积极组织工作人员 深入到菜农家里 实地了解用电情况 聆听大家的意见建议 为菜农办理用电手续 开辟绿色通道 义务为他们改造蔬菜大棚内的用电线路 避免由于线路故障 造成停电 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并安排专人 协助种植户安装用电设施 排查用电隐患 让菜农不出大棚 就能享受优质的供电服务 随着温度的逐步降低 蔬菜生产的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了 那么这一时期 棚式管理上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赵老师 冬天的棚式生产 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做好保温 保温这样的话 就是说在我们的温室 首先它的后墙和两侧的三墙 一定要保温效果好 通常我们建筑是有我们建筑的标准 再就是我们这个棚膜 棚膜之后一定要用新棚膜 让它透光比较好 完再有就是有好的保温被 好的保温被之后 像那个盖的它比较暖和 在这保温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咱要透光好 我刚才说的新棚膜 现在咱们现在有些膜 它那个透光度不一样 比如咱们现在常用的皮尔膜 这皮尔膜透光度就比较好 它保温的效果也比其他膜要好一些 再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管理中 实际上给它扣一些地膜 扣地膜的时候 减少土养的水分蒸发 减少它降低的湿度 就减少病害的发生 所以我们从这三点管理 之后呢 要做到了做好了 就能保住咱们的风筝 好感谢周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公主岭 积极清收集体资产 乡村振兴 积聚洞地 明日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 最关心的供求信息 这位朋友打算卖红毛白猪杂 有200多头 猪好都三四十斤 还有二元杂交的小后背母猪 四五十斤 想买的打电话 13174464153联系 前面说的都挺清楚 后边有点半算 是一头后背母猪啊 还是几头啊 谁想买的话 谁联系联系吧 通话线的宋广祥朋友 挺赶时令啊 趁着下雪 推出了好嚼会 什么小筋啊 大哪儿呀 笨猪幼啊 鸡蛋哪蛋了 哎呀妈 一听就老有食欲了 据说呀 是在林蛙沟养的 品质呢 是贼拉好啊 联系电话是 138-4451-2973 白城网名叫石头的朋友 有四十只大母羊准备出售 另外有八只小羊羔 白松 先别说价格高低啊 这卖主可够厂量的啊 还给搭几只 连大但小还能伺候好 谁要是想买的话 就赶紧打电话吧 电话是 136-3436-7597 四瓶老高 打算收购 长板大葱 没了 往下啥也没说 啥品种啊 多大量啊 一概没提 你说酬饮不 联系电话是 151-4348-0519 常领的毕先生 打算卖自产自销的 全麦面粉 桥面 还有黄瑶米 口感好 味道纯正 据说呀 能吃出淡淡的香味 淡淡的香愁啊 体验电话是 136-3031-5385 再来关注 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12月20号天气 长春多云零下1到零下15度 白城晴0到零下19度 松园多云零下4到零下19度 四瓶多云转晴 零上1到零下15度 辽园多云零上2到零下14度 吉林多云零上2到零下15度 通话多云转晴 零上3到零下12度 白山多云零上1到零下15度 人吉多云零下1到零下13度 长白山直北区小雪零上1到零下12度 粮食主产区天气预报 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 多云零下8到零下6度 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 晴零下16到零下12度 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 晴转多云零下20到零下13度 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 多云转晴零下19到零下16度 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 晴零下22到零下18度 直至目前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记者刘家 了解一下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刘家你好 你好主持人 最近有农民朋友打来电话咨询 说他们家的羊咳嗽好多天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病 应该怎么治呢 那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有请到了12316的刘清禾老师 来给大家伙做一个解答 现在羊咳做的有这么几种可能 事实上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羊得了串心虚目肺炎 这个病的病源是资源体 它是健康牛羊呼吸道症的常在菌 牛得了的就叫牛肺液 羊得了的就叫羊的串心虚目肺炎 鸡也得猪也得 在羊来说就叫串心虚目肺炎 它得了以后是一种慢性感染性疾病 它就表现的就是呼吸道产生病变 所以说每天就早晨 特别是这个季节 早晨打开羊圈打开羊舌 羊舌里面温度的失踪 外面的空气比较凉 所以它除了以后它就干咳 咳咳咳咳咳 这个你不影响它吃 也不影响它喝 也不影响它反处 但是长期发生 因为它患养不全面 就是肺脏的肺泡打开的不彻底 它就影响它呼吸 所以长期以来就会影响它的生长发育 有的人说 我的羊已经咳嗽二多天了 它还照样吃喝 但是你想二多天 你看不出它有消瘦 也看不出它就比别的羊小 如果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就看这个羊肯定比较小 如果发生这问题怎么办 一要把这羊肯淘汰 或者是你隔离治疗 当然这个病可以治疗 初期治疗效果比较好 你把它隔离起来 打一维紧素 一维紧素专门动用的治疗 这个自然体药 打一维紧素 肌肉注射 每天一次 连注五到七天 这个病啊 大家要知道啊 因为它是临床治愈 不等于就是把病人体消灭了 所以说你治好了 临床治愈不咳嗽了 可能由于某种原因 你比如说肌体抵抗力下降 气候突变 它可能还咳嗽 那怎么办 还得用药治治疗 为了使不得病 有一种疫苗 就叫治疗疫苗 叫羊穿心胸肺炎疫苗 你可以在羊啊 这个断奶前后 可以啊 肺脏注射 也可以肌肉注射 所以说养羊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这个周围 或者是你这个养羊 都有这种病的话 我建议把疫苗打上 如果说没打 发病了 一定要隔离治疗 这个羊舍 羊圈 一定要好消毒 用什么消毒 就用这些一般的消毒剂 都能把这病人杀死 感谢刘老师的详细解答 希望刘老师今天所有的提示 都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好 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德惠的网友咨询 西红柿双酶病用什么药好 什么时候预防比较好呢 张老师 他说的这个双酶病啊 通常情况就是 番茄的叶酶病 因为这个双酶病和那个番茄点 这么称不太合适 一般称瓜类的双酶病 或白菜双酶病 他这个双酶病呢 一般情况下 最好的药呢 咱们是用那个陆大参 陆大参中有药呢 对他有那个特效 此外呢 我们也有一些那个杀女剂 但是对他的这个效果呢 都不太理想 防治时间呢 一般都是在他有零星发病 甚至呢 我们按时间计算 他说到了这个季节 他就应该发病了 通常情况 这个叶片已经长成熟了 完再我就说 咱们现在比较低温 温度比较低 还有室度比较大 这都是他发病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找打药 找打药 完找防 这样效果呢 比那个来的病在打药呢 效果能够好一些 下面是九台的王先生咨询 今年种香瓜 明年种西瓜可以吗 算不算虫茶呢 严格来说呢 也算虫茶 因为都是属于瓜类 特别甜瓜和西瓜 还有黄瓜 他们得的病害呢 都是相同的 都是叫瓜类什么什么病 咱们经常叫瓜类碳菌病 瓜类双霉病 还有瓜类黑心病等等一些 都属于瓜类的 瓜类搅拌病 这些病呢 它是相互传染 并且呢 它可以说通过土 就是我们的这些 种植过程中啊 进到土壤里头 进行传染 所以说呢 尽量别虫茶 要如果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会有相同的病害发生 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